肯定是铭币 小学生遛狗减到26万妈妈不幸 警察 是真的 和导电视号EV整理报道 日前 就读于崇明建设小学五年级的张晓熙和弟弟张子晨在玩耍时 无意在路边发现了一笔巨款 经清点后这笔巨款的金额高达26万元 两人当即决定报警将这笔钱乌龟原主 据姐姐张晓熙回忆 5月1日上午9点多 他和弟弟在小区里的篮球场遛狗 没想到小狗一头撞上了被丢弃在路边多日的老旧床头柜上 里面发出了阵阵响声 出于好奇 两人打开柜门一探究竟 学生张晓熙说 听到木板撞击的声音 里面的东西是先用牛皮纸包了一层 再用信封包了一层 打开之后全是百元大钞 先是觉得紧张 马上想到拿钱报警 因为觉得施主肯定很着急 面对这笔巨款 姐弟俩商量决定先去告诉妈妈 然后让妈妈报警寻找施主 然而 当听到姐姐的描述后 家人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张晓熙妈妈网广纳称 不相信 谁会把那么多钱扔在下面 我告诉她肯定是明币 张晓熙说 又和我外婆说 我外婆又骂我说 一大早要什么钱 后面和店里的奶奶说 奶奶还没听我说完 就把我赶走了 想到遗失这笔钱的人 可能心机如焚 多次告知 无功而返的张晓熙 决定由自己看守在钱款旁边 让弟弟拿着其中一叠钱 去给妈妈看 家人们这才相信 姐弟俩说的事情 随后 跟随张晓熙来到现场 将钱带为保管 并第一时间报警 警察到场后 经现场初步确认 二十多捆人民币 约为二十六万多 均为真币 记者了解到 张晓熙和张子晨一家 来自于安徽 父母在重民当地 做点小生意 家境并不富裕 姐弟俩面对巨款 实惊不昧 这也让父母师长十分欣慰 王广纳说 我就觉得 这个小孩 虽然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品得很好 以后长大了 可能没多大出息 但人品上是没问题了 这么多钱 他没有心动过 事后我问他 这些钱 拿了给我们自己好吗 他说不可以的 我们的钱 就是我们的钱 别人的钱 就是别人的 一定要还的 重民建设小学校长 吴燕表示 一个是校园里 孩子层面上 激励弘扬和传播 包括弘扬这种 实惊不昧的精神 弘扬这种正能量 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样的典型案例 通过孩子 再向社会传播 这种精神和能量 目前 这一案件 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 雷瓦新视觉 视频制作 不一样的电视台 和导电视 我们下转的电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